一个夜黑风高的月圆之夜 我和竹马产生了通感 彼此共感身体感受 真真正正的感同身受 1.窗外一颗流星划过夜空 我被痛经折磨 躺在床上靠少女们转移注意 男主是猫 胖乎乎的脸盘 加上毛茸茸的小爪子 憨态可居 惹得弹幕凹直叫 想若 我也想若 蹲风敲字 才发送完 就感觉手里有点异样 柔软顺滑的毛挤在指缝间 充盈着难以言说的满足感 指腹挨着软乎乎的肉垫 饱满微弹 我呆呆望着空无一物的手 还处于惊诧之中 姨妈的撕扯之痛 换回我的思绪 我下意识弓腰捂肚子 但那阵静巒般的震痛过去 手里再无感觉 我想刚才大概是幻觉 刚要继续看少女们 又感觉有温热的水流 打在我的肩膀 手臂各处 紧接着像是有一只手 在胡乱擦着 像在洗澡 我下意识给了自己一巴掌 是疼的 不是幻觉 不是做梦 而那洗澡的动作也停了 几秒的沉默过后 又有人给了我一巴掌 但这次我没动手 恍惚间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我又给了自己一巴掌 那人不甘示弱 紧随其后又打了一巴掌 循环几次 巴掌声响不停 我终于确定 我和某个人产生了通感 二 国庆假期返校 我抱着行李箱 坐在沙发上昏昏欲睡 和某个人产生通感这件事 折磨得我一晚上没睡 这是过于魔幻 以至于我每每想起 都要往大腿上掐那么一下 确保着真的不是梦 而我也把那人掐醒 虽不知对方是不是人 但他一定是狗 他丝毫不知道 示弱这两个字该怎么写 我掐他他就掐我 我甩巴掌他也甩巴掌 渊渊相报一晚上 我浑身上下都是红印子 门铃响了 我妈去开门 冲我喊 然然 醒醒瞌睡 江景来了 我揉露眼睛从沙发起来 听我妈和江景在玄关寒暄 我妈兴冲冲去给江景 拿钢烤的小饼干 我窝在玄关一起等 不觉打个困顿的哈欠 没睡好 江景关切问我 我睁着心松的眼看他 也笑他 你不也是 大熊猫 他弯弯嘴角 昨晚干嘛去了 我摆摆手 一言难尽 别提了 昨晚遇到个傻逼 他还遇再问 我妈从厨房出来 端着两盒小饼干 拿粉色绸布包着 一人分了一盒 我胳包里冲他道 妈 我去上学了呀 去吧 他望着江景温柔的笑 还顺势拍了拍他的肩 这孩子 吃什么了 长这么高 都比人高出一个头了 我纳闷 妈你拍我干 我明景纯 不再直升 因为我妈没拍我 我看到我妈的手 刚刚才撤离江景的肩 我看向江景 江景也在看我 巨视一脸惊恐 门在我们面前缓缓关上 我咽咽口水 敲敲握紧拳头 所以 昨晚那人 啊不 那傻逼是你对吧 他脸上煞食 疼起讨饶的笑 一边笑一边退 然然 抱歉 我真不知道那是你 我以为 你以为什么你以为 我撩起衣袖 露出满是红横的白嫩手臂 摆在他面前 你瞅瞅你都给我掐成啥样了 三 回一笑的出租上 我和江景就通感一试 进行了深度探讨 谁也说不清通感是怎么来的 只能确定 是从昨晚的某个时段开始 我俩莫名能感受对方的感受 身体感受 具体表现在 他能体会到我痛经有多痛 而我也能感受到 他在撸猫以及洗澡 一想到昨晚 我就脚趾抓地 快要自然 回到宿舍 吞曲外山 我那一身惹眼的痕迹 引来摄有的围观 纷纷起哄 我昨天和哪个野男人激战一晚 也确实是激战一晚 可那傻逼兮兮的激战不如不战 我浑身上下冒火气 简直想把江景揪出来打一顿 但目前打他等于打自己 我决定予以精神攻击 连续发送完80个砍刀的表情包后 我长输一口气 宿舍门被敲响 细花走了进来 他直奔我 安然 方便得我上次 那位帅哥的联系方式吗 我懵了一秒 意识到他说的是江景 国庆假期开始前 江景在宿舍楼下等我回家 当时被不少同学撞见 还一个劲儿调侃我俩的关系 我当时澄清是一起玩到大的伙伴 我答他 你稍等 我问问他 好 谢谢了 他完成一笑 这是给你们带的奶茶 三分糖的 我再次给江景发去消息 他没回 偏偏细花还在宿舍等 我咬咬牙 在腿根上拧了一下 毕竟 这算是我俩目前专属的 加密版实施通信方式 不用白不用 这次江景回得很快 冷酷的两个字 不加 我披了眼计划 追问道 为什么 他又磨磨蹭蹭不回消息 我狠心又掐了一下 他回复说 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 他又回道 下次掐腿再往下一点 我俩腰的位置又不一样 我默默反应了一下 糟糕 我根本不敢去想 我掐的到底是他的哪 四 通感仍旧存在 但我的心思已然被另一件事占领 江景竟然有喜欢的人了 我和他 说是形影不离都不为过 就这样 他还背着我 偷偷有了喜欢的人 我心不甘 我一难平 我一再追问 江景他喜欢的人到底是谁 可每当谈到这个话题 他就跟巨嘴葫芦般 一声不吭 他越不说 我就越想知道 我越想知道 他就越不说 简直可恶 一节通识课结束 我追上隔壁教室上课的江景 喊他 中午一起吃饭啊 他皱起眉 像在犹豫要不要答应 我刚要出声 突然被人从背后拍了一下 一只手熟练搭上我的肩 轻热的喊 然妹妹 是过来找我的吗 是社团的陆学长 性格颇为自来熟 我善笑着拒绝 不是的 我来找江景吃饭 他热情道 没事啊 一起吗 这有什么 多为人多双筷子吗 这话是这么用的吗 我才要想理由拒绝 就感觉肩上那只手被剥开 眼前是冰冷着一张脸的江景 不是吃饭吗 还会走 他抓上我的手腕 力道有些大 走出两步 还特意回头 你别跟过来 走出一段距离 江景松开了我 我不自在地揉了揉手腕 凑上去跟他搭话 哇 你刚才抓我那一下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很隔应 他拧着眉 也没有吧 我模糊回答着 也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 他沉默一会儿说 以后能不能别让男生碰你 我眨眨眼 他说 那人刚才搭你肩那一下 我很隔应 我默默付肥 只是搭个肩而已 直男这都受不了的吗 过会儿想起正事 我追上去 你还没告诉我 继而心底慌乱 面上不觉带上几分求饶的笑 你别开玩笑了 江景思索片刻 认真点头 嗯 我在开玩笑 我些许怅然 又问 那你到底喜欢谁 他还是那句 喜欢你 我不好奇了 夜晚躺在宿舍的床上 我还在想 江景那张偷克脸 突然闻到烧烤的香 我掀开床帘 兴师问罪 你们谁背着我吃烧烤了 其他室友都在床上玩手机 根本没人吃烧烤 甚至都没在吃东西 而宿舍的门窗紧闭 我在嗅了嗅 仍旧能闻到 香味浓郁 脑中闪过一个惊骇的念头 我给江景发去消息 你们宿舍在吃烧烤 他回得很快 你狗鼻子啊你 这么远都能闻见 不是我狗 是我和他可能诱通了嗅觉 无 解锁嗅觉这件事 是我和江景始料未及的 毕竟互通身体感觉 就已经够磨人 有人碰到我知道 有人碰我他知道 双重触绝 双分敏感 时常分不清 到底是谁在被碰触 而且这都算不上麻烦 最麻烦的是洗澡 十月中旬 天还热着 一天不洗浑身难受 未免尴尬 我和江景商量 以同步的方式来洗澡 到了某个点一起进浴室 对着身体不管不顾 一通擦洗 即使也能感受到陌生的触觉 但可以洗脑成事 自己再洗 但思维总是没那么听话 我偶尔会声出 我是在帮江景洗澡 而江景在帮我洗澡的 以你错觉 想到这儿 我就觉得 对不起我和他十几年的革命友谊 啪一声 迅速给了自己一巴掌 江景那边洗澡的动作停了 倒是没像当初那样打回我 只是浅握住他的手腕 我同时感受到 手腕上他的力度 像他在握着我 阻拦我一般 互通身体感觉 已经这样艰难且难熬 没想到 现在还互通嗅觉 或许现在还不是最吓人 吓人的是未知的以后 我们能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 先后通了身体感觉和嗅觉 保不准以后 会不会连视觉听觉味觉都一起通了 但这样实在太可怕 也过于悲观 我和江景还是更愿意相信 会在以后的某一瞬突然恢复正常 我和他试着适应 互通嗅觉后的生活 他能凭借嗅到的味道 判断我和男生还是女生待在一起 我也能凭借嗅来的味道 判断他在哪个食堂 顺便喊他帮忙带一份晚餐 但江景总说 我这有股香味 扰得他一晚上睡不好 我不爱喷香水 也没有使用香薰的习惯 便怀疑他是不是闻错 他却说不可能闻错 每晚睡觉都能闻到 他言之凿凿 我却嗅不到 隐晦求助于室友 室友分析 这暗香可能来自我身上 室女儿香 这结果更扯淡 我不信 开始怀疑 这香来自家里带来的被套 我妈爱用熏香 为解决江景的睡觉困扰 我躺在床上 帮江景购买熏香 耳边意外传来男生说话的声音 我摘掉耳机 还是有声音 但那声音显然不是出自我们宿舍 那声音在说 江景 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我瞬间明白这声音出自江景宿舍 而我和他可能又通了听觉 但我竟然没太在意 满脑子是即将听到的小秘密 江景的声音响在耳畔 低沉悦耳 我哪知道我喜欢他什么 漂亮 可爱 说不太出来 反正感觉他什么都好 他说 就是不喜欢我 这点不好 而且他有点傻 我宁神侧耳 还欲细听 突然听见是有喊我的名字 安然 借你耳机用一下 我迟缓的印 啊 在桌上 你拿 带着小插曲过去 耳边再没了江景那边的声音 像是恢复了安静 我有些遗憾 没听到关键信息 下一刻 我收到江景发来的消息 我听见你们宿舍的说话声了 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他的惊恐 我笑了笑 开始炸他 我早听见了 还听到你们在讨论你喜欢的那个人 我自信耍炸 我知道是谁了 六 江景的反应不像我料定的那样慌张 甚至称得上瓶颈 哦 那你说说看是谁 满腔热情被一盆冷水兜头浇灭 我说不出来 只好掩气息鼓 并暗自付匪 该死的江景 这么谨慎做什么 第二天早晨 被南起那边哄闹的动静吵醒 我才对杰索听觉意识有了实感 他一位室友在调侃 另一位室友的小兄弟很精神 另一位室友骄傲应答 这才是正常男人 并将话头转向江景 你看咱们江啸草不野 声音到这儿戛然而止 但同时 我的耳边附上一层温热 应该是江景的手 他在捂住耳朵 他听不见 我自然就听不见 我也不是很想听 但不想听和不能听有本质区别 我气脑在耳朵上拍了一下 江景应该能感觉到 但他没松手 解锁听觉后 生活较之前有很大不一样 如果说身体感觉和嗅觉 都勉强能忽略 那听觉算是通感落下 强烈存在感的一笔 我能听到江景那边的经济学概论 江景也能听见我这边的传播学研究 一个人同时学两专业 双学位都没我们时髦 尤其 我还发现 来找江景搭讪的女生很多 特别多 简直多到我数不过来 我第一次发现 江景还挺受欢迎的 我不理解 问室友 江景帅吗 室友更不理解 一脸恨铁不成钢 估计全笑 就你不觉得江景帅了 你没看细花多巴巴的 要江景的联络方式吗 我笑着打岔 真没看出来 什么时候问他要张自拍研究研究 江景的自拍很快奉上 并复字 研究出结论告诉我一声 我后知后觉 江景能听见我和室友的对话 此时让我再度认识到 听觉的存在感有多强 尤其他侵占个人隐私空间 简直不容忽视 这晚 我和江景躺在学校操场的草坪上 商量解决的办法 我翻出自己的记录 10月6日晚上开始通感 16日解锁嗅觉 20日解锁听觉 这么看好像没什么规律 江景突然撑起头 侧过身来看我 时间都在晚上 算不算 我猛然惊醒 再回顾 道 好像是同一个时间点 我掰着手指头想了想 说 两次都在熄灯后不久 应该是11点到11点半之间吧 那16日那天晚上 我们干了什么 怎么就突然有通感了 江景的目光突然闪了一下 我警惕看他 你想到了 江景犹豫了一下 可能 但我觉得不会这么离谱 是什么 我催促他快说 江景先打玉防针 那你答应我你知道了 别生气 我踢他一脚 快说 踢他那脚的威力 也传到我脚上 我摸着被劈疼的脚 听江景开口 那晚 我抱着小花 坐在窗台边吹风 看到有流星 就顺便许了个愿 你总抱怨我不懂你 我就许愿 希望我以后能懂你 江景舔了舔嘴唇 然后 好像就通感了 我将信江仪 有点扯吧 江景简直是迫不及待附和我 我觉得也是 还是找了其他的办法 我们傅佑躺下 静谧的天空 星星一眨一眨 我忽然坐起 气身掐上江景的脖子 你好好的许什么破愿 现在怎么办 七 天文学家预测 10月25日晚 小秋山将迎来 超大阵容的猎狐座流星雨 空前绝后 非常值得一关 那天恰好是周六 我和江景紧赶慢赶 终于在最后一天 抢到了警销的高铁票和帐篷席 小秋山地处旅游区 老板会赚钱 提前将帐篷布满 流星雨会光顾的山头 按个数收费 狠狠赚了一笔 但该赚的钱还是得让他赚 一个帐篷的钱 时速等其他方面全包 总比露宿山头上流星雨要好点 江景去前台领了两个睡袋 道 今晚得委屈你和我挤一挤了 我不甚在意 没事 小时候又不是没睡过 他表情一顿 但却没说什么 来到帐篷前 江景躬身安置行李 我观察周围 其他大包小包调食器材的 天文学爱好者 莫名有些怅然 这一趟 是我和江景的死马 当成活马一之旅 即使流星岁月仪式 听起来很扯 但通感这么扯的事 都已经实际发生 确实没什么是不可能的了 我和江景今晚是来许愿的 如果真的有用 那通感今晚就要如愿消失 想到这儿 莫名还有丁点舍不得 我往手臂上拍了一下 江景从帐篷里冒出头来 头发有些乱 干嘛 我笑笑 没什么 就想叫叫你 他表情像是无语 冲我道 多吃点溜溜眉 晚饭是由工作人员 分发到帐篷前的 还附赠餐前水果和餐后甜点 吃饱喝足后 我躺在帐篷里和江景闲聊 万一今晚没看到流星怎么办 江景坐着 低头在玩手机 专家不是说了吗 流星雨的预判可能存在失误 这是正常现象 但是看不到都不能许愿了呀 江景很会安慰人 说不定许个愿也不管用 先别操心那么多了 我被他气笑 但操心确实没用 索性陪他一起玩手机 时间来到专家预测的晚间十点 夜空静谧深邃 别说流星 连只飞鸟都看不见 我和江景靠在一起 双双瞪着眼睛望夜空 从兴致高昂等到无精打采 周围充斥着叹气声 江景起身 道 我去烫洗手间 我挥手 去吧去吧 趁江景离开 我躲进帐篷 预备先换好睡衣 毕竟他在的时候换睡衣会尴尬 即使他在帐篷外 那也尴尬 帐篷内亮着一盏昏黄的小夜灯 我麻溜吞去衣物 刚要换上睡衣 眼前换了一副光景 白痴灯将磁砖地的缝隙都照得透亮 而缝隙之上的 是不属于我的身体构造 我听见江景小声骂了句脏话 他飞速拉上了裤子拉链 我也匆忙拿过一旁的睡衣挡住自己 靠 通视觉了 吧 不幸中的万幸 互通视觉是闪现式的 约莫30秒过后 我眼前的画面逐渐恢复正常 淡淡又有什么用 该看的不该看的还是都看到了 我努力调整挫杂的心情 深呼吸几次 并且脑中不该有的画面 抬手关掉那盏小夜灯 在黑暗中摸索着穿上睡衣 毕竟万一视觉再闪一次 我就没脸去见江景了 江景很久才回来 久到我都怀疑他掉厕所里的程度 但我没敢催 我现在连话都不敢和他讲 怕和他对视 江景先在帐篷外 掩着咳嗽一声 随后低声问我 我能进来吗 他这架时莫名有种 要传我规访的感觉 我忍着羞耻和尴尬 故作泰然 进来吧 他又只会一声 嗯 那我进来了 再寻常不过的对话 因为刚才的突发状况 染上几分暧昧以你的色彩 我欲哭无泪 无意间还与弓身撩开 帐篷帘子的江景对上视线 他脸颊很红 那红绵绵炎炎 一直到耳根 坠机而垂 摇摇欲低 垂下的手背 却动得发紫 血管清晰可见 吹山风吹出这效果 我莫名又想起 通视觉的那些画面 尴尬死了 我俩各自抱着睡袋 偏坐在帐篷的一角 帐篷内很安静 显得周围其他帐篷 尤其热闹 有抱怨 流星雨怎么还不来的 有担心电池没电 撑不住的 还有小情侣抱在一起 听见秘密说情话的 这气氛实在尴尬 我尝试着说点什么 缓解气氛 搭了来背包 诺 这个给你 什么 香薰 我塞到她手里 解释 你不是总说 晚上睡不好吗 我怀疑 那香味是被套上的 你也薰一薰 没准闻习惯就好了 江景有些犹豫 不是因为这个 那因为什么 话音刚落 周围响起喧闹声 我有感抬头 一颗流星 拖着长长的尾巴 在静谜的夜空 滑下一道优美的弧线 许久 才隐没在天的另一端 我激动地抓上江景的胳膊 怎么样怎么样 许愿没有 许了 但是好像没用 我些许紧张 试图稳住局面 可能要等会儿 上次实现你的愿望 也没这么快吧 江景点了下头 一分钟 两分钟 十分钟都过去了 通感没消失 流星雨雨也没来 我认命 叹一口气 看来通感不是因为 你对流星许愿 这趟白来了 像是为了不让我 白来一趟 下一瞬 数十个光点 现身于天际 逐渐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闪着钻石般的光芒 密密麻麻朝我们袭来 周围的热闹喧嚣 也在瞬间达到顶点 有人在这璀璨的夜色下表白 尽情对着山峰呐喊 某某我爱你 我抓上江景的胳膊 也窜多 许愿许愿 江景手臂意外的烫 在看脸 昏暗夜色下 也能瞧出分明的红 他简直是吐的提起话头 没白来 本来也不是为了许愿来的 他说 不是什么香薰 是你身上的香 是你搅到我睡不好 每晚半夜 还要爬起来喝水 是燥的 暗示你多少遍你都不懂 喜欢你说那么多句 你还不明白 真不知道是不是傻的 我不想和你做小伙伴了 我喜欢你 想要和你在一起 没开玩笑 你考虑一下 他仰头望望天 到流星雨过后 给我一个答案 九 我没给答案 我人都傻了 哪还能给什么答案 不过江景也挺知足 了解我的态度后 竟还欣慰一笑 还好没直接拒绝 其实我想拒绝来着 但他那期许西记的眼神 又让我觉得 拒绝对他来说 好像太残忍了 我也不知道 我这心软 到底算不算喜欢 总之那一晚 被他折腾的没怎么睡 也亲眼见证他 真的半夜鬼祟 爬起来灌了一瓶矿泉水 不是 真有这么躁吗 这让我觉得 和他待一起 好像还挺危险的 我也不能再自信说出 又不是没一起睡过这种话 回到学校 我打算能处理一段时间 来明晰自己的心 想法是好的 但我低估了通感的影响力 我根本做不到能处理 但凡我有冷个江景 不回他消息的时候 他就会拿手指头戳我一下 有时候戳了手心 多数手指脸颊 专属实实通信方式 催促我赶紧理他 其实他一大男人 整天戳自己连挺好笑的 但我还是很心咬牙没回 这时他又会搁置我 虽然是在他自己身上动的手 但他不怕养我怕呀 往往这时候 我只能缴械投降 和江景斗智斗勇的这段时间 社团那位自来熟的陆学长 开始追我 宿舍蹲我 教室读我 还总介社团活动 和我凑在一起 又是送花又是送小礼物 手段层出不穷 在我第三次明确拒绝后 江景给我发过消息 他说他这么帅都追不上 我就更别想了 但我以为你俩这么多年 都没在一起 那我肯定还有机会 他问我 其实你喜欢江景的吧 不喜欢吧 我回 他又道 那你怎么不直接拒绝他 我竟无言以对 这段对话又被江景听去 到他嘴里 俨然成了我对他有点意思 我索性直接拒绝 没意思 别想了 我俩也不可能 也不知是不是报复 当晚 那万年不通一次的视觉 再度闪现 江景当时正在换衣服 呈现在我眼前的 是他半路不路的警示腹肌 他估计也很懵 但很快他把衣摆又往上撩了一点 该说不说 还挺勾人的 我虽然嘴上抱怨着 赶紧把衣服放下 丑死了 但视线总控制不住的一秒再瞄 视觉持续三十秒 以江景缓织 又缓穿好那件T恤的动作告终 自这次起 江景一换衣服 立通视觉 简直就跟定点打卡似的 要不是知道 江景也是通感的受害者 我简直要怀疑他 就是幕后主谋 这一天天的 色诱我呢 江景也很费解 还找我说理 是不是你在背后操控呢 你要是缠我身子就早说 我损他 谢谢并没有什么看头 他怀疑人生 你对我就没有一点世俗的欲望吗 哪怕一丁点 吃点溜溜霉吧你 就在我以为我和他之间的通感 彻底没救的时候 江景突然找上我 双眼放光 我好像知道通感是怎么回事了 可能是小花 他说 事发当晚 江景录的那只猫就是小花 小花是江景捡来的 高考前 他随意奶奶去庙里为高考祈福 在山脚下 看到一只脏兮兮的瘦弱小猫 当时头顶烈日 小猫却躲在墙后的绒树下 瑟瑟发抖 腹肩清晰可见的肋骨 仿佛都要抖散架了 江景动了侧隐之心 就把他抱回家养着 有一只细瘦伶仃的难看小花猫 养成一只胖乎乎 毛茸茸的神奇小花猫 而江景之所以有此一想 全因为他想起 在捡小花回家的当晚 做的一个梦 梦里有一位老神仙 幻化成小花的模样 说感谢他救了他 可以帮忙实现他的愿望 问他有什么需要 梦里的江景没许愿 梦外更不可能 对着一只小花猫许愿 只把这当成一个寻常的梦 做过就忘了 直到摄友在他面前 提起一个金斧头 银斧头的故事 江景才想起 还有这样一个梦 继而联想到通感 并找上我 我有点不敢信 我觉得这比流星岁院还扯 但江景很笃定的点了下头 信我 他说从视觉的闪现开始 他就有种预感 通感不是那种机械式的碎人 更像是有什么灵性的东西 在背后操控 我不得不承认 这话有道理 通感像是为了 加深我和他之间的羁绊存在的 通感这段时间 我了解到江景的很多面 是以前的 我不可能了解到的 江景说 通感好像在帮我追你 我脑子煞时闪过一些画面 一些光是想想 就要修红脸的画面 我有点被说服 道 那我们这周回家 问问小花 他刚点头 手机响起来 接过电话的江景告诉我 我妈打来的 她说小花丢了 我惊恶的瞪圆了眼 这下不用等到周末 我俩当天就麻溜滚回了家 到家前 我和江景先在小花 最后出没的地点找了许久 毫无踪影 天色已晚 江景商量说 不如先回家制作寻猫启事 我点头 开始在小区业主群 编辑寻猫文案 江景家冷冰冰的 江阿姨丢了猫 很自责 拉着刚下班的江叔叔 还在外面找 江景着我直奔卧房 我晃晃手机 我妈说饭快做好了 待会儿你领着叔叔阿姨 来我家吃饭 江景说好 落座 开电脑 我手搭上她椅背 倚靠在一旁 看了看窗外昏暗的天 想说要不把叔叔阿姨 叫回来算了 余光却披见 飘窗旁的地毯上 画着一幅画 或许那也不叫画 是用一粒粒的猫梁 拼凑而成的拼图 我靠了一声 晃晃江景的肩膀 示意她看 她回头也呆住了 猫梁拼凑出一幅 她说 是我给小花买的猫梁 这一天 冲击联播袭来 我都快不会反应了 我问 那这是什么意思 江景又看了看图 接着看我 是不是交换味觉的意思 我依旧不解 接吻 通感就能消失 可能 她问 要试试吗 十一 人有五感 是 听 嗅 味 触 在和江景相继解锁 其他感觉后 我们焦虑过 万一哪天突然通了味觉 该怎么办 答案是凉拌 确实是没办法 所以我们趁着味觉 还未解锁前 只是没想到 味觉竟然是这么个通法 我望着眼前 那幅猫梁拼图 纠结又犹豫 如果交换味觉后 通感能消失的话 那亲一下 确实没什么 最怕的就是 亲完后无事发生 就好像流星许愿那晚 空欢洗衣场 江景在这时开口 然然 我喜欢你 这件事怎么看 都是我占便宜 而且整件事 似乎还是因我而起 你不用有心理负担 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接受 我都听你的 她望着我补充 我悄悄瞟她一眼 视线最终落在 她偏红的唇瓣 不知是不是找小猫找的 唇瓣有些过分红了 我一边告诉自己 不要怂 一边撑了她的肩膀凑上去 她大概也在紧张 肩膀僵硬 呼吸短促 目光有些呆 我鼓足勇气 继续往上凑 在离她唇瓣 仅剩一厘米时 被她那温热的呼吸一扶 脑子突然醒了 我拉开距离道 还是先找到小花再说吧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江景不自在摸摸鼻子 寻猫启示发了 亲朋好友都发动了 连小区附近的监控都找了 毫无小花的踪影 这只小花猫 就好像人间蒸发一般 突然消失在江景的世界里 就好像她当初突然出现的那样 我逐渐接受江景所说的老神仙论 老神仙不知何故 幻化成小花的模样 为报恩实现江景的愿望 留下那一幅精巧的节奏图后消失 但我和江景还没有交换味觉 问题出在我身上 我过不去心里这道砍 和江景接吻 总感觉怪怪的 虽然小时候也不是没亲过 但此一时彼一时嘛 事情悬而未决 我又容易一直惦念 这就导致我最近满脑子都是 和江景接吻这件事 纠结要不要亲 我怕再纠结下去 我就要爱上她了 决定还是去亲 亲一口一聊百聊 决定好去做这件事 我又开始纠结 做这件事的时机 我到底该怎么去亲江景呢 如果就这么提出来 会不会有点突兀 还是得先给江景打个预防针 我满脑子都是这些事 以至是有突然拍我间 论我发呆想什么呢的时候 我下意识说出心里话 在想怎么亲江景比较好 宿舍顿时鸦雀无声 随即响起一声高过一声的起哄 他们很兴奋 欢呼着我终于要对江景下手 我想解释 又怕越解释误会越深 索性闭嘴 五分钟后 我接到江景打来的电话 他微微喘着气 对我说下楼 什么 我自己送上门 他调整好呼吸 显得温文尔雅 随便你怎么亲 顶着室友戏谑的目光 我在宿舍楼下 见到了穿着卫衣和运动裤的江景 头发还半湿着 他不好意思挠挠头 比较着急 穿得随便了点 你要介意的话 我回去换身西装再来 不用 我说并上前一步 来都来了 我想 江景被我逼退至树上 我一咬牙一跺脚 揽着他的肩膀 闭眼亲了上去 丝膜间 我忍不住提醒 交换 他这才恍如大梦出行 掌握主动权 与我交换得彻彻底底 稳闭 我俩各自占据树的一端 我调整好呼吸 掐了掐自己的手臂 问他 有感觉没 他嗓音有些哑 说 有 我惊了 还有些慌 痛感还在 他愣了一下 再说 嗯 你问的是 我急切询问 我刚才掐了自己一下 你有感觉没 江景在这时 很拖我后腿 他一脸抱歉道 刚刚我没注意到 要不你再掐一下 我付匪 没注意到 那你刚刚是对什么有感觉 我等急了 索性直接掐他 下了死手 掐了他皮都其重 但值得庆幸的是 掐他的同时 我并没有感觉到被掐 在交换味觉后 痛感真的消失了 12 适应痛感消失的生活 又花了一段时间 以前我听的 男性的动静起床 凭着秀来的味道 喊江景送早餐 现在听不见也闻不见 开始自力更生 逐渐恢复之前的生活步调 但最磨人的 还是洗澡 我好像已经养成 和江景同步洗澡的习惯 总不自觉在洗澡前 给他发消息问上一声 消息发完 如梦初醒 忙不迭地撤回 假装无事发生 消息能撤回 他洗这种洗法 痛感不在了 自己慢吞吞洗 反倒很不习惯 偶尔还能想起 江景的手的触感 我仰头将脸对准连蓬头 试图冲走那些流氓的想法 江景江景 最近满脑子都是江景 我都怀疑 我要喜欢上他了 夜深人静 总不自觉想起那个吻 想到他情难自意时 揽上我的腰 我仿佛被烫到一般 推开他 他羞涩看我 我强装镇定 腿软走到树的另一端 温热的水依旧在浇 但脑子还是不清醒 我索性放弃 粗粗擦进回宿舍 门一推 舍友纷纷冲我竖大拇指 群情激昂 然然 你不愧是我们七百一十的楷模 宣誓主权都这么霸气的 佩服 我一脸懵 你们在讲什么 通过舍友的讲述 我了解到原来是有女生 在学校表白墙 找江景表白 这本是司空见惯的一件事 也不值得引起热议 但其就其在江景的舍友 在评论区附了一张照片 并配字 有主了 照片中的江景只露出半张脸 嘴角微微上翘 穿着一件白衬衫 领口处 明晃晃坠着一枚鲜红的唇印 摄友在起哄我的大胆 只有我知道 那唇印根本不是我的 我心绪烦乱 几度拿起手机 却又犹豫地放下 按照平时的步调 吹头发 洗衣服 护肤 我躺回那张拉紧床帘的小床 还是乱 我给江景发去消息 衬衫怎么回事 别人亲的 他回 谁 我想这么问 又觉得没必要 想质问他 为什么要被别人亲 又觉得没资格 发送框中的字 姗姗简简 始终没发出一个字 江景的消息 倒是发得很快 之前的事 是不是给你造成困扰了 我很抱歉 仔细想了想 我当时应该是被通感影响了 以为那就是喜欢 现在醒过来了 我们还是做朋友吧 我深呼吸几次 还是没法平静 凭什么 凭什么他喜欢的时候 对我又是亲又是抱 现在有新欢了 又说还是做朋友比较好 哪有这样的道理 便宜都他一家的吗 我快气炸了 我拎起床上的衣服就下床 大步出了宿舍门 匆忙硬着社友 在身后关于你去做什么的呼唤 我去搞死江景 13 11月的风很凉 长款羽绒服下裹的 是我单薄的睡衣 但我丝毫不感觉冷 反倒热血沸腾 我一路杀到江景宿舍楼下 掏手机 拨号 他电话倒接得很快 我严谨一概 下楼 他惊到 什么 我连话都不想和他讲第二遍 直接挂了电话 双手揣兜 胡视眈眈等在宿舍楼下 约莫一分钟后 江景出现在宿舍那道玻璃门后 仍穿着那件染着唇印的风骚衬衣 还春风满面的和路过调侃他的同学 对拳打招呼 这画面更是让我气不打一处来 我眼睁睁看着他走近 他问 怎么这时候过来 我问 不喜欢我了是吧 他在问 吃醋了是吗 我再问 到底谁亲了你 如此两轮 谁也没得到想要的答案 江景将手里捏着的围巾 拢到我脖肩 站到我跟前 挡去大半的风 他眉眼一锤 还想握我的手 我一缩 不想被他碰 他笑开 眉目舒朗 其子行亲的 我一脸莫名 你是有变态呀 江景笑着 他看我想你想的都魔正了 便想出这一招要帮我试试你 看你是不是在乎我 我仍旧想翻白眼 结果呢 结果你是吃醋了吧 江景歪头来看我的表情 我一把把他推开 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再问 那短信怎么回事 江景语气俏皮 钓鱼吗 总得用点耳吧 我信信 你才是鱼 好 我是鱼 他很愉快地应下 再问 那你是不是吃醋了 一想到刚才气势汹汹 杀过来的场面 是一场乌龙 我就窘迫地不想答 江景再逼近一步 不吃醋 我慢吞吞地答 他到急了 直接将我揽在怀里 紧紧地 裹着羽绒服 还将我揉了几下 我仍旧不吱声 我还能怎么办呢 我每天都好想你 你都不知道 主动找找我 这话太肉麻 我都有些不敢听 他却说得自然 你都不知道 你冲过来那一刻 我有多高兴 你刚才好撒 他贴近我耳畔 低声软语 我头皮变得有些麻酥酥的 他在问 其实你是在乎我的吧 是的吧 我被蛊惑了 那在一起吗 看你表现 我稍稍理智 我表现还不够好吗 要怎样才算好 他问 我现在把衬衫脱下来 丢垃圾桶好不好 我实在没忍住笑 推开他 我要回宿舍了 阿姨快关门了 先说喜欢我 不然不放你走 别腻歪 我骂他 他还是不松手 一路晃晃悠悠到了 我宿舍楼下 他还是那句 要听你表白 实在没办法 我说喜欢 他眼眸一亮 跟小狗似的 我忍不住逗他 喜欢齐子航 他脸色一变 我趁机正开 头也不会跑回宿舍 一期听见 他好像低骂了一声 手机收到消息 将警发的 我现在就回宿舍 收拾齐子航 我笑笑 回他 喜欢你啦 笨蛋 急至二楼 透过长廊 朝楼下张望 将警还在 他在看手机 我没有来的有些害羞 突然 他似有所感 抬起头看我 脸上是未散干净的笑 他眼睛弯起来 口型说 我也喜欢你 晚风不焦不燥 裹着那条围巾 嗅着熟悉的香 我不禁感慨 恋爱真好 完结